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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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按字面意义解释 而不顾及耶稣的心意 很容易是误会 以为耶稣给我们带来的是分裂 而不是平安 是仇恨而不是博爱 其实耶稣是要让我们明白 人可以走向圆满的生命 就是完全属于天主的生命 天主是爱 是生命的根源 天主的爱滋养人的生命 使人的生活充满卓越的价值 即使没有外在物质的满足 内心清晰的温暖 依然能够使人的灵魂 感受到爱的喜乐 我们教会的诸位圣人 就是以自己的生命 为天主圆满的爱 做出了活的见证 我们知道 从耶稣到中途门 从教会初期的教友 到历代教会 特别是度奉献生活的修会会时 直到今天 教宗、主教、神父修女 甚至奉献自己的平信徒 都在传承着耶稣的教导 见证着天主圆满的爱 由此可知 耶稣并非带来刀剑 也并非让人不爱父母亲人 而是为带我们追求永远的生命 和长久的圆满的爱 人可以追求自我超越 达到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 那么就需要放下一切 物质的阻碍和内心的牵挂 好让灵魂自由的绽放 把真正的我 带入天主圣山的爱的共荣内 背起十字架跟随主 为主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 都是主动地获得永远生命的必经之路 因着主耶稣的救赢 十字架和苦路 使我们逐渐走向死于自我 活于天主 在我们努力的尽头 从获得永远生 完全彻底地进入天主神圣的爱内 弟兄姐妹们 信仰不只是完成基督徒生活的要求 还要有一颗追求超越自我 回归天主神圣爱内的渴望 我们的希望不是现实 而是来世快乐的 与天主圣山 祝为圣人 同向天主的光荣 主耶稣 愿我能放下一切 超越一切 一心跟随你 回归父家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